这只白狗打着出家信佛的旗号 在庙里混吃混喝了整整四年 平时当着老和尚的面 他看起来憨厚又温顺 不仅对待小动物异常友善 还跟着和尚们一起吃斋受戒 每餐标配就是两个土豆 连带有肉味的狗粮都敬而远之 来往的香客也说 这条狗上辈子一定是个和尚 才会面向如此慈悲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白狗的演技 他背地里可是昏心不济 把佛家的戒律破了个遍 据收养这条狗的管理人说 狗狗每天的日常安排 跟和尚们差不了多少 大家诵经拜佛时 他也会守在门口 似乎是想结下一份善缘 唯一的自由活动时间 就是每天下午三点钟左右 哪怕当时在睡觉 也会被生物中准时叫醒 接着跑到寺庙外的山上遛弯 在管理人看来 狗狗就是出去强身健体 拥抱自然的 不过当节目组 跟拍这条狗的路线时 却意外撞破了他的大命 只见狗子从寺庙出发 一路下山来到两公里外的城镇 熟练地坐在一家餐馆前摇尾巴 几分钟后 老板娘端着 满满一大碗白肉走出来 一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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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寺庙里的僧狗 现在却对着肉吃的喷香 而且一碗根本不够 至少还得在天上傍晚 看着狗子吃得高兴 老板娘心里也乐得开花 毕竟这可是庙里的狗大师 能来自家画园 小店都显得棚壁生辉 没一会儿 装肉的两个大碗 就被舔得干干净净 工作人员看着碗底 耳边回想起了管理人说过的话 酒足饭饱后 白狗晃晃悠悠地离开小店 步伐比来时明显慢了不少 他穿过一条小河 来到对面的商业步行街 本以为狗子是为了散步消失 没想他又在一家小吃摊前坐了下来 而老板也非常上道 立马就端来了煎好的牛肉 他说附近几个村子 几乎没有不知道这条狗 而步行街上这些的商家 更是把狗狗的口味 喜好摸得一清二楚 他爱吃肉不吃鱼 每天差不多六点左右过来 会在自己想吃的摊位前坐下 一般来说能待上两到三个小时 这段时间正好是步行街客流量最大的时候 很多游客都会打听狗狗的来历 在得知他是寺庙里的僧狗后 第一反应都是掏出手机合照 想蹭蹭佛祖的福气 结下一段善缘 当天晚上 白狗可能是吃得太多有点饭来 所以连庙都没回 直接在步行街边找个地方 就这么凑合了一晚 第二天早晨 他精神抖擞地准备回庙 但沿途还要办上几件大事 那就是探望一下他的女朋友们 白狗特地绕了个远 走得另一条路上山 在天桥上等待他的初恋 可惜女友很热情 狗子却表现得兴致缺缺 看起来就像个渣男 好不容易应付完初恋 他又来到二号女友家里 这位看起来比刚才的小黄狗 还要热情 哪怕被主人拴着跑不出来 也要隔着门缝关心男女 可惜渣狗是没有心的 他瞄了女友两眼掉头就走 来到了最近的新欢 三号女友家里 不过这次白狗是主动了 但岳父大人不喜欢他 直接出来把狗狗给轰走了 看到这一幕工作人员特别好奇 别人都是希望跟寺庙结缘 怎么这位男主人反倒有点避之不及 等白狗回到寺庙 幼庄的一脸佛像趴在大殿门口 面上写满了无欲无求 而老和尚知道他整晚没有回来 立刻轻轻热热地抚摸起来 生怕庙里唯一的僧狗磕着碰子 甚至还切了个柿子 给狗狗当家餐 可惜他昨晚吃的肉还没消化 现在看啥都没有胃口 白狗静静地装 工作人员就静静地看 这两面派演技简直不要太精湛 虽然说手头有视频作证 但为了一锤子把白狗的罪行敲死 节目组特地联系三号女友的家长 把人正借回了庙里 当女朋友跑到寺庙门口时 白狗也像感应到了什么一样 从地上弹起来朝对方飞奔而去 对象俩好几周没见 此时天雷勾动地火 也顾不上什么佛门清静之地了 然而这还不算晚 就在女友身后还跟着两个孩子 一家四口轻轻热热地往庙里走 把管理人眼睛都看呆了 直到两条狗坐在他眼皮子底下清热 管理人都没想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 当然也就没注意到 白狗一闪而过的嘲讽目光 这时工作人员在把跟拍的录像拿出来 看见白狗大口吃肉 管理人眼睛都快贴到屏幕上了 等他了解完来龙去脉 整个人看起来都放空了 当管理人再出来叫狗狗的时候 他头也不回转身就跑 似乎也为自己破了戒律感到羞愧 不过教育归教育 管理人也知道吃肉繁殖是狗的天性 所以没有过多苛责 他唯一担心的是 先前不知道狗狗会跑去城镇 只当他在附近山上过夜 可现在既然知道了 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散着了 否则对居民对狗狗都不负责 为了帮助管理人解决问题 节目组请来一位动物行为训练专家 在他的指导下 白狗第一次被拴上了绳子 不过好在他本身性格温吞 哪怕自己出门也是慢悠悠的 所以只要主人一停 他也会跟着停下脚步 看上去对牵引绳适应得很好 一人一狗就这样边走边溜 来到了山脚下的城镇 管理人满脸歉意地找到饭店老板娘 看上去特别不好意思 还掏出钱包 准备把狗子的饭钱结了 跟好心老板娘告别后 管理人又牵着他往步行街走 这一路上 他终于是感受到了 这条狗的知名度有多高 凡是见到他的 就没有能忍住不上手摸摸的 来到步行街后 管理人又是挨家挨户地道歉 不过大家表现得都很友善 热情的煎饼摊老板 甚至又给狗狗做了一份 溜完这一大圈 管理人又把狗狗带回了寺庙 而专家也给了他关于食谱的建议 这下狗子终于不用每天奔波好几公里 去镇上陶肉吃了 最后专家还送了这只僧狗一个木窝 就安置在大殿旁边的锅道上 从今往后 他就是这家寺庙里的花和尚了 虽然酒肉穿肠过 但佛祖心中流氓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条真导犬真的是演技大师 背着管理人把不能吃的 不能干的全都做了 而且瞒得简直不要太好 竟然同时出了三个女朋友 还跟最后一位连娃都有了 这一下子暴露后 我估计管理人也会时不时地 带着他到亲家串门 希望岳父大人能接受他吧 毕竟在庙里工作 也算是有份正经职业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